他说了就不能喝凉水了 这也太夸张了 这有道理吗 当然有道理了 其实你看哈 民俗也是这样 历秋那天 小孩子一天都不许喝凉水 所以你还在这乱喝 历秋那天小孩不许喝凉水 对 这个凉水是个什么样的凉水概念 凉白开也不行吗 也不行 就是一定要让他喝个 比如说温乎乎的 40度左右的水要有点温度的 不能喝什么 哪怕晾凉的开水都不行 都不行 你看我们人体体温是多少度 38 37度 正常的36度以下 对了 所以那你历秋这天 你喝的水就要比这个温度 要高一点才可以 特别我们内脏的温度 其实都不止37、38度 有40度左右 所以你一定要喝40度的水 不是可是我 为什么呀 为什么到这一天 就要不能喝凉水了 就要喝有温度的水了呢 如果这一天喝了凉水呢 老百姓就会认为到冬天小孩子就会咳嗽 那当然不是说只是这一天 这是老百姓的一个想法 它其实里头有个道理 就是你在历秋以及历秋之后 都不能够吃寒凉的东西了 包括你喝凉水啊 特别是你还吃冰西瓜 你知道秋不食瓜吗 秋不食瓜 对了 就是历秋以后就不能吃瓜类的东西了吗 不是瓜类就不能吃西瓜了 这个瓜就单指西瓜 指的就是西瓜 历秋以后 连瓜西瓜都不能吃啊 对啊 为什么呢 你看啊 如果你历秋之后吃西瓜呢 很多人到了这个到了中秋的时候 也就是九月份的时候呢 他就会容易拉肚子 所以我们叫你 你如果秋天 秋秋的时候吃西瓜 秋天就叫做孙蟹 就一直拉肚子 而喝了这个凉水呢 吃了这些西瓜呢 冬天就很容易咳嗽 这个《黄帝内经》就教过我们这句话 刚才方琼不是送你四个字吗 后患后求 对 那四个字我们具体地说就是八个字 叫做秋伤于失 东必咳嗽 那除了秋不食瓜 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呢 对 有很多 历秋是个坎儿 一年有四例嘛 但是呢 唯独这个历秋是最容易引起 你说的后患的 原因就是因为历秋的季节过度很不明显 所以你会觉得外面还很热 对对对 就怎么就历秋了呢 对 所以你还是该喝凉水 喝凉水 该吃西瓜吃西瓜 那我们吃点什么呀 到了初秋的时候 我们应该转向吃什么样的水果呢 就是酸甜味的水果 葡萄 对了 葡萄呀 石榴啊 这些陆陆续续都会下来了 包括苹果 现在上来的苹果是青的 酸苹果 对吗 这是青苹果 这个也很好 我们一到秋天 就要整个人收回来 就是中医说的 要用酸味来收 把干血给收回来 在吃菜上面 我们会有什么讲究吗 我们有个口诀 我编的就是叫减凉增热 这个减凉 减凉菜增热菜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是最好不要吃生的菜了 就说白了 一个是减凉菜 蒸饿菜 包括我们平时吃的拌凉面呢 什么这种 比如说生冷一些东西都不要吃了 凉粉 凉粉都不能再吃了 这些东西就尽量少吃了 对 就要少吃一点 特别是生的蔬菜 因为生的蔬菜 它是需要我们身体的阳气 去消化它的 最好把它弄熟了吃 那就会舒服很多 谢谢大家